今天我们要来看谁是没有罪的 那个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 这一段的圣经有一个很生动的记载 我自己讲道超过四十年 教神学院的学生讲道 一共是到现在是十七年 我大概教了上千个学生怎么样讲道 所以如果八月份的礼拜二晚上你可以来 不管你是不是要做讲员你都可以来 我告诉你怎么读圣经 我告诉你怎么读圣经 而这一段圣经是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栩栩如生的表现出 耶稣在当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越教圣经 我越读圣经 我越发现圣经一定是真的 不可能是一个故事 因为它不可能这样写 它不可能这样写 那个人心 那个现场 虽然它用很简单的笔调 但它写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仿佛你可以看到 当时的那个状况 那这一段非常生动的记载 是主耶稣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 亲自明确地表明了 他对罪恶的看法 以及他要怎么处理罪 如果他真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如果他真的是创天造地的神 那么他对罪的看法 以及他要怎么处理罪就非常的重要 那基督教历史历代以来 都把这一段圣经当成最重要的一段圣经 而这一段圣经也准确地表明了 基督教的罪恶观 以及赎罪论 这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亲密的关系 很多人想要明白到底什么叫做罪 那这个罪跟法律上的罪有什么差别 那我们怎么面对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有罪 那这一段会有很清楚的说明 或许很多人说 那个只是你们基督教讲的罪 别的宗教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你误会了 基督教对罪的处理还是最轻松的 如果你知道佛教的话 那你就更不知如何是好 如果你知道伊斯兰怎么处理罪 那你恐怕就更害怕了 但是我们今天不讲别的宗教 我们就单纯地从人的主观 主观就你的感觉来看这件事情 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应该是差不多三十年前 我在淡江大学开了一门课 那是大学他们来请我 就给他们开课 题目是他们出的 也不是我出的 题目就叫做罪与罚 大学怎么开这种课呢 因为它是一个交错的领域 它在伦理学 法律学 文学 跟宗教的一个交错的领域 那我就 他们请我去教 后来我就去教了 我大概教了四五年 每一年教两个学期 每一个学期开两班 一班七十个人 你知道那个选课 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有电脑选课 电脑选课一开放选就满 就现在所谓的当机 就选不进去了 选不进去了 到后来 学生就上课第一天 就拿那个来说 老师签 就说签就加选 要加选 后来我不敢给他们加选太多 因为要改他们的考卷很辛苦 因为这种罪与罚 这种是观念问题 不是yes or no question 也不能做选择题 所以倒霉的老师 就要改很多的课 很多的作业你知道吗 那他们的那个paper 不是paper 那个考试 就很多的东西要看 他的观念正确不正确 你说怎么有这么多大学生 要选这个课啊 或许你说 那是以前啦 现在的学生都才躺平政策 不一定 你要看那个议题 大家喜欢不喜欢 你要看那个议题 大家关心不关心 你要看那个议题 分解的人清楚不清楚 那个时候我问他们说 你们从哪里知道这门课啊 他们说 学长告诉我们 这门课一定要上 上了你脑筋就很清楚 至于你要不要犯罪 那是你个人的选择 对吗 对不对 你至少知道说 我这样做 到底可以不可以吗 那因为今天呢 只有五十分钟 那所以呢 我会分两段 我今天只讲 只讲前半段 下下礼拜 你一定不要来 因为今天讲完了 你应该要很害怕才对 那我们空一个礼拜 那下个礼拜是 那个欧华的院长 胡慧华老师 他是 现在华人旧约算是权威 所以你过来听他讲到 温文如雅 像一个书生一样 他就是书生了 那再下礼拜 我给你两个礼拜的时间害怕 然后下下礼拜 你一定要来 我告诉你解答是什么 耶稣怎么看这件事情 好 现在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 读的时候 读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那个 你要把那个人 回到那个现场 然后你看你能看到什么 我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图画 在你的脑子里面 那这样等一下我讲解 你就会很清楚 好 我们来读 我读一节 你读二节 我们读到第十一节 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 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文师和法利赛人 带着一个行营时 被拿的妇人来 叫他站在当中 摩西在律法上 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 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 耶稣就只起药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他们听见这话 就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妇人 仍然站在当中 他说主啊 没有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好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文学 喜不喜欢文学 你知道 诺贝尔文学奖 通常不发给写散文的 也不发给写诗的 他都是发给那个写 长篇小说的 因为大家有时候把文学家 看得太差 就以为说他们写那个风花雪月 写那个不是 你知道这些真正在写 长篇小说的 都是思想很深 他们把一些人类 在哲学上 在宗教上 在思想上 无法解决的问题 然后把它放在故事里面 那个故事里面 有部分是虚构的 有部分是靠近真实的 有部分是他亲自经验的 有部分是 他从别人那边听来的 然后就把它编成一个故事 所以故事是很容易贴近 我们的生命 这里面有一句话 第七节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 问耶稣 耶稣就执起要来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就是我们今天思想的主题 一开始我们就说 我们今天想讲什么主题呢 讲谁是没有罪的 谁是 谁是没有罪的 到底谁是没有罪的呢 那一天 主耶稣所说的话当中 这句话就是一个最关键的 你知道所有的事情 都是这样对不对 关键一出来 事情就结束了 事情就结束了 如果不是那一句话 那个妇人正常的状况之下 会当场被石头打死 这是犹太人的规矩 这是人家的刑罚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法不同 可是那个年代 在那个地区 他们拿石头把他打死 如果不是这一句话 耶稣也当场被抓到把柄 就换成了他被石头打死 那这个太多历史背景 我不解释 总之 这是很厉害的一句话 那就是第五节 文师跟法利赛人 对耶稣说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他怎么办呢 你知道这一句话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 法律上已经定他有罪 已经定他有罪 现在只是执行的问题 因为已经确定了 已经确定了 执行的问题 他说你说该把他怎么办呢 那这句话很厉害 你说该把他怎么办呢 这里的 可是耶稣说 谁是没有罪的 你知道这句话就针锋相对 一个说你说怎么办嘛 耶稣说好啊执行啊 既然已经送到执行处了 对不对 那个人也来报到了 就关进去就好了吗 或者枪壁就解决了吗 反正要执行 可是耶稣说 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你知道这句话一出来之后 当时吵闹的殿中 鸦雀无声 其实今天在这个世代 我们每一个人 也要想一想这句话 谁是没有罪的 谁是没有罪 你要知道一个人没有罪的时候 他顶天立地 讲话理直气壮 对不对 如果你有一个把柄 被人家抓在手上 你就要小心啊 咪吐啊 我告诉各位 现在是没有弄大 弄大的话 政治界 企业界 什么界都一样 文化界 文化妈文化 对不对 这种事情 如果你有把柄被人家抓在手上 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稍微讲一下那个背景 原来那一天 耶稣是在店里面教训人讲解圣经 耶稣讲解圣经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法利赛人讲解圣经 念完了就说 你们都有罪 你们回去 这样 他们压力很大 可是耶稣讲解 旧约圣经非常的新颖 因为这个缘故 老百姓都愿意去听 而且耶稣不仅在讲解圣经 他也跟罪人相处 他也跟仓纪来往 他是个很怪的人 很怪的人 因此当耶稣在讲解圣经的时候呢 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而且有的时候他们说 这个讲法怪怪的 就会交头接耳 可是后面就有声音出来说 结果结果 结果 来让开让开 就有一个人往前面走 而且是个女的 她身上可能穿的衣衫 蓝绿 可能他们把她绑起来 就往前推 原来是文士跟法利赛人 抓到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 就把她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本来大家是来讲解 听讲解圣经的 没想到有人把一个妇人 推到前面来 当然引起骚动啊 文士跟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说 老师 你不是在讲解律法吗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 请你跟我们解释解释 可是事实上 他们是带着挑衅的意味来的 因为第五节 他们先把答案讲出来说 摩西在律法上说 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 你说这句话就很怪嘛 对不对 就已经要这样做 你说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呢 当下空气就突然凝结起来 因为可能 我猜测的 可能耶稣当时真的讲解爱 就讲说要怎么样爱 要彼此相爱 要怎么样相爱 你知道我们教会只做三件事 第一 好好的敬拜 刚才已经做完了 第二 好好的听道行道 现在你们正在做的 等一下聚会完的时候 我们好好的一起吃饭聊天 周间我们好好的过生活 我们教会只做三件事情 我因为要帮助很多很多的牧师 最近有一个牧师 最近有个牧师 他的教会很大 我曾经介绍过 是个印尼的大教会 他们教会 总共要cover照顾到的人 连会友以及他们的家人 我们通常讲说cover多少人呢 就是说比如说Michelle Michelle在我们当中 那就他以及他的家 我们都要注意 对吗 所以他们要cover多少人呢 我告诉你 他们教会大概cover五万个人 五万个人 那那个主任牧师有多 有多少事情要做 下面有三十几个传道人 然后他们教会有学校 有这个养老院 有孤儿院 他们除了教会的事情外 还做了很多扶贫的工作 还有一些社会的慈善的事情 他们教会很大 我也去他们教会讲道过 那个讲台很高 那讲台上面的时候 那个就是一个半圆形 一百八十度的会场 讲道的时候要这样转来转去的 不然的话就会有人被忽略 不像我们这里讲道多好啊 你看一眼就看穿所有的人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在那边睡觉 因为我一眼就看到了 他们在那边根本看不到了 那么远 我跟他讲 我们教会只做三件事 你知道吗 就这一次就这一次 在印尼的时候 他跑来跟我说 他说李正常 我好羡慕你的教会 他说如果我再建立教会 我要建立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的教会 因为一百个人 大家彼此认识 大家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教会 只做三件的事情 所以那天可能 耶稣都在讲解爱的时候 现在来了问题了 耶稣在讲解 爱上帝怎么爱人 上帝愿意救人 没有人都被打断了 而且被打断的 这件事情呢 是这个妇人犯的罪 应该被处以死刑 搞半天 原来这些人是来什么 踢管的 就是找问题给你嘛 你说怎么处理 请告诉我 你不是讲解律法吗 请告诉我 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答案很明显 很明显 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律法规定 怎么做就怎么做嘛 那你为什么要 问一个律法规定 怎么做就怎么做 因为他要让耶稣的言论 跟他所做的事情 自相矛盾 你要戳破一个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 你讲的是一套 你活的是一套 而且你把它搬出来 一翻就两瞪眼 对吗 你讲得这么爱人 那你现在面对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呢 面对这个问题 耶稣当然有两个选择 他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耶稣跟他说 放了他 那你违背律法 耶稣跟他说 那就把石头打死吗 因为律法这样规定 立刻文士法利赛人说 那你说的爱呢 你一直说 我们这些法利赛人呢 就是控告人 就是定人的罪 你讲爱 那现在把这个女人放在里面前 你怎么处理呢 所以一个照律法说 就是把石头打死 第二个就把他放了 可是就在那么一触即发的局面 耶稣不回答他们 耶稣显然没有要回答的意思 因为他就第六节 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可是第七节 所以你要知道 这里面的每一个句子 都张力很大 他们就不住地问他 当然了 我们念起来是不住地问他 一秒钟两秒钟 可能当时耶稣拖了蛮久的嘛 对不对 逼到后来 耶稣只起腰来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就可以拿石头打他 就没想到 就停了 停了 第七节完了之后呢 到第八节 于是又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第九节描述那个现场的状况是 他们听见这话 就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妇人仍然在当中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武侠小说 有没有 或者看这个 这个 这个 电影 那个打的 有没有 现在打的都掺好多水 就是光打有没有 都可以打个十分钟 最近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看了没 看了 你们都整天看电影是不是 我都还没去看 你们那么快去看干什么 他们不是打都打很久 对不对 可是你看耶稣 高手过招都是这样 一人一招就结束 你们知道那个武侠小说 当然那是假的 在描述两个高手过招的时候 都不动手的 都从嘴巴讲的 你怎么样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结束了 输的人都心服口服 对啊 都没动手 输的人都心服口服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你内心 真的很诚实的时候 你必须承认 有些事情就是很明显 在这边耶稣就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那你就拿石头打他嘛 第九节 他们听见这话 从老到上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圣经上记载这些人 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 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耶稣讲的这句话嘛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对吗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你们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那大家听了这句话 就扔在那边 按照网例 他们是有网例的 他们这样打死的人 不在少数 在当时 在当时 这就是他们一种刑罚嘛 他们都是过着这种生活的 所以当他们要打的时候 突然觉得说 这句话什么意思 后来想一想就离开了 从这边我们要来看 到底谁是没有罪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告诉各位 整个基督信仰 从圣经里面描述出来 耶稣基督对罪的看法 请注意听 我不是讲整本圣经对罪的看法 因为这样要参考好多人的意见 对吗 因为从摩西时代 一直到启示录有很多很多描述 怎么样处理罪 可是我们今天要单刀直入 直接问耶稣你对罪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他就是那位 从天上来到地上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你到底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耶稣基督对罪的看法是这样 那就是谁是没有罪的 他是一个问句 他不是一个肯定句 他不是一个描述句 他没有所谓的构成要件 他没有说什么是有罪 或什么是没有罪 他只问一个问题 谁是没有罪的 这句话可以是一个客观的描述 也有可能是 反问我们每一个人嘛 你自己决定 谁是没有罪的 事实上那天耶稣 就是给他们自己决定啊 因为照理说 这个妇人是可以被石头打死的 耶稣说OK执行 但在执行以前 耶稣问一个问题 谁是没有罪的 可能大家小看了这个词啊 你要知道啊 所有那些武功打起来 为什么一下就结束了 你知道吗 如果旗鼓相当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如果一招太厉害了 就叫做一招毙命嘛 那天耶稣只讲一句话而已啊 耶稣对罪的看法很奇怪 耶稣对罪的看法 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耶稣说谁是没有罪的 如果我们了解这一句话 这一个是基督教信仰最核心 最根本的问题 也是几千年来 哲学研究 哲学探讨的内容 也是很多人心中在思想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我们就不稀奇 为什么这句话这么有力量 我三十几岁的时候 接到淡江大学的一个人 打电话给我 那我其实不认得他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老师 他说你可以帮我们 交一门课吗 我说交什么课 他都教罪语法 我说我没教过 我没教过 因为我二十 我当完兵之后 我就拿到了大学讲师证书 那我就在民传教书 那后来我就做传道人 做传道人当中呢 有一天接到这个电话 他就说 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 教这一门课 教了两年 他不教了 我们去找了几个老师 问来问去 他们就说可能你可以教 我就说我没研究 我没研究 但是他说你愿不愿意试试看呢 我本来不肯 后来我说那推荐我的是谁呢 是华神的康来昌老师 那我就说 我说那康老师 我说那康老师叫我教 我就试试看好了 我就研究 我才发现 这个问题 罪的问题 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因为所有的文学家都要探讨 杜斯托耶夫斯基 他就写过罪与罚这本书 对吗 你知道为了要弄这个题目 我把杜斯托耶夫斯基整个的研究 因为他不会只在 罪与罚的这本书里面 描述这个问题 他还有什么地下室手记 死屋手记 还有很多以前我好熟啊 他的年代我都还记得 几年出生 几年死 他做了多少的事情 他写了多少本书 很有研究 后来我来说 哇我原来文学家都是这样弄的 后来去读哲学 为什么呢 哲学如果你不弄清楚 你还是不能讲罪与罚 因为罪到底在哲学上什么意思 罚到底什么意思 然后就弄基督教佛教 所以后来我为什么 对于宗教比较这么有研究 就是因为被逼的 因为你要讲这个题目 罪与罚 你就要看大家不同的看法 你不能只有说 我是基督徒 我只用那个看法 也可以 可是如果你要在大学教书 你就不可以这样 所以我就研究研究很多 后来我才发现说 原来耶稣对于这个罪的看法 是很特别的 耶稣说谁是没有罪的 其实谁是没有罪的 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都不想知道的问题 对不对 而且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对于客观的条件或状况 我们不见得想要很清楚 我再讲一遍 我们对于客观这件事情的看法 跟怎么样是条件 我们不一定很想弄清楚 我们其实比较关心的事情是 我是不是一个有罪的人 对吗 我这样算不算犯罪 耶稣对罪的看法 可能是历世世代的人没有想过的 当耶稣问谁是没有罪的 到底谁是没有罪的 那耶稣看法到底是什么呢 那在耶稣的描述里面 或他的做法里面 到底什么是罪呢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这个 文学 他不是一个论述 他不是一个证明 他是一个故事 就好像我前面说的 那文学家厉害的地方就在这边嘛 他就讲一个故事 或者讲一个内容就好了 好 那我们今天来看 就是说到底谁是没有罪的 就从这段圣经 到底谁是没有罪的 到底谁是没有罪的 我请问你 那个妇人有罪没罪 有罪没罪 不能我们说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所有人都说他有罪 如果他说我没罪 那就有争执了嘛 对不对 人家可以聘请律师啊 人家可以聘请律师 打这个官司啊 你们说我有罪 那你要证明啊 那不然的话 我找律师来给我辩护 可是这个女人 她其实是一个现刑犯 对吗 现刑犯她被抓来的 但是她可能被诬陷的啊 你听个懂吗 因为这几个法利赛人 跟文师就是当 就是所谓现在的警察 或是那些人 她如果随便抓一个女人 就是说我们都作证 她犯罪了 你觉得呢 你听个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被犯罪 你们有没有听过被犯罪 有吗 被犯罪了嘛 可是这个女人的确犯了罪 为什么呢 因为她自己也承认了 因为到最后的时候 第十节耶稣说 那些人在哪里吗 耶稣问她说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她说什么 她说没有人定我的罪 这就间接承认了什么 她承认了嘛 她承认了 她说 耶稣说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她说没有人定我的罪 就说了 我是有犯罪的 可见了她有犯罪 最后她也承认了 她承认了她犯罪 人家又指正利利 所以她有犯罪 这个女人有犯罪 她内心有没有犯罪 她外面有没有行为 OK 那我们再来看 那文师跟法利赛人 有没有犯罪呢 文师跟法利赛人 有没有犯罪呢 第八章第六节 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 要得着告她的把病 其实这一句话 我们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可是这个在旧约里面 她是想献人于罪 而且已经动手了 因为这句话 当耶稣说她没有犯罪 这个女人犯罪 或者没有犯罪 把她放了吧 那耶稣就犯了律法了 所以他们是抓了这句话 来问耶稣 只要耶稣一打错 耶稣马上就被抓在罪里面 所以他们想 献她于犯罪 就在当时的律法上来说 他们已经认为她犯罪了 你知道耶稣如果说 因为他们抓了这个女人 是刚好做这个机会 他们不是故意说 这个女人犯罪 她的确犯了罪 可是他们立刻把她抓来 其实他就要利用 这个女人所做的事 是要来陷害耶稣的 所以他们是来面对耶稣 他们最后 其实没有想要处理这个女人 因为这个女人 这一次犯下次还会被抓到 你听不懂吗 只要守株待兔就抓得到了 警察不都是这样吗 但是他们其实是要来陷害耶稣 他们为什么要陷害耶稣呢 因为耶稣讲的东西 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他们想来想去 怎么让你 shut up your big mouth 你来都是破坏我们这里的规则 你说 而且你跟苍记在一起 你跟罪人在一起 你对于罪的态度是什么 所以他们要挑战耶稣 你对于罪的态度 所以耶稣来面对这件事情 其实他是在挑战了文士跟法利赛人之后 文士跟法利赛人要来处理他 所以他们想陷耶稣于罪里 事实上他们已经着手了 所以他们犯罪 若是不然 请问他们会走掉吗 你听得懂吗 因为他们也在场 他们也在场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我告诉你 法利赛人文士一蹲下来就丢了 那他为什么没有丢呢 就是他们也想一想 我有没有犯罪 所以对文士跟法利赛人来说 他们是有犯罪 而且是我们知道他犯了什么罪 他们犯的就是陷害耶稣的罪 第三 当然不是陷害耶稣啦 就陷害人 第三 我们看第三 第三主人 第三主人请问观看的群众 有没有犯罪 你们不要乱讲啦 不要随便讲人家有犯罪 这个很麻烦 对不对 他犯了什么罪呢 我们不知道 里面没有写 但是我们从第九节看到一件事情 他们听见这话 就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夫人仍然站在当中 也就是说那天不管是几个人 比如说听的人是三百 比如这样子 然后法利赛人跟文士 把那女人带进来 假如是十个 所以三百一十 在里面 结果耶稣问了这个话之后呢 就全部走光 剩下两个人 一个耶稣 一个那个妇人 所以那些群众都走了 因为耶稣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我告诉各位 这个在当时犹太人之中 拿石头打死人 不是不正常的事 不是像我们现在说 边刑太残酷 对 那是我们现在的人的看法 对吗 他们当时 这是他们的法律嘛 所以他们这样做 所以现在不是有废死联盟 有没有 为什么废死呢 就是他认为死刑是不可以的 可是原来有一些人 就认为死刑是可以 现在不是还有动物 动物保护 有没有 你们知道在某些地方 杀鸡杀鸭 要符合鸡道跟鸭道 不是人道 他们把那个动物 怎么弄死 都要和人道 为什么呢 这是看法的不同 我们就不处理这一节好吗 我们假设当时 是可以用石头板 把人打死的 经常可能是这样 经常可能是这样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因为这件事情是并不奇怪 所以他们就 一定有人马上 关下腰 开始找石头 因为 因为当中也有妇女 对不对 这种女人会勾引我丈夫 打死了 就叫大家都不敢做这件事情 所以可能有女的 要拿石头 可能也有男的打石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 我跟他有关系 打死了就杀了人灭口 你们脑筋简单 都不像我们这么复杂 我们都是想说 为什么要把人家打死 都有原因的 你知道吗 还有人当然 饥饿如仇 有没有人饥饿如仇的 有啊 就说这种罪在我们当中会传染 弄死他 可是 还有人是守法的 就说法律规定这样 我们就照规定执行 可是当大家蹲下来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想说 耶稣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那我也没有罪呢 可能有人一蹲下来就说 小时候我偷过我妈妈的钱 来 小时候偷过妈妈钱的 请 我不要叫你举手了 因为大概举手的 都是我们这种比较年长的 因为我们这种人家里小时候穷 你知道吗 像你们这种家里有钱的都不是 你们的罪都不是偷妈妈钱 你们都是浪费妈妈的钱 我们的罪名不太一样 你知道吗 我们小时候偷啊 我很会偷 我们家搬来搬去 我小时候住过哪些地方 在哪个学校读过书 因为我换过好多个学校 不是因为成绩不好 是因为我们家搬来搬去 我不一定都记得 小时候很多事情不记得 唯独偷我妈妈的钱 我都记得 我怎么偷 藏在哪里 怎么用 我都记得 我记得 我三十几岁 讲我偷我妈妈的钱 我妈妈就坐在下面 我讲我偷我妈妈的钱 讲完了之后 我讲到讲完了之后 我妈上来真的跟我说 说李建 你小时候偷过我的钱 我很会偷 真的 我不要教你们 不过现在偷钱已经 在台湾算不得什么事了 算了 我都还记得 所以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偷过我妈妈的钱 可能有些人蹲下来 他就发现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以前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耶稣的那一句话 是讲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这句话 进来的时候 他就想说 谁是没有罪 当然我没有罪 可是他一蹲下来 就发现有问题 有问题 所以耶稣问 谁是没有罪的 我们就发现 耶稣对于罪下了定义 耶稣说 我们中间 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 先拿石头打他 当耶稣说 谁是没有罪的时候 他已经为罪下了定义 那个定义就是 第一 罪是从内心的角度决定的 他说我们中间 或你们中间 谁是没有罪的 他是反问他们 你有没有罪 所以他的问题是 耶稣不要从外面 来看这件事 耶稣是从内心 来看这件事 如果你读圣经 你会发现 罪是从内心的角度来看的 内心的角度来看的 所以来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因为我们教会人数少 比较好处理 你们应该不会知道 我做过什么坏事 对吧 因为我也不知道 你从小做过什么坏事 我们人心隔肚皮 而且隔两张肚皮 一张我的肚皮 一张你的肚皮 所以你看不见我的里面 我也看不见你的里面 我不知道你想什么 你也不知道我想什么 我不知道你做过什么坏事 你也不知道我做过什么坏事 可是耶稣明白讲 罪是从内心角度决定的 所以他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他没有要用证明的方式 来让对方认罪 他是说你问问你自己 你有没有犯罪 第九节 第九节 我为什么说 我为什么 因为我对圣经是花很多时间的 这句话圣经说 第八节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他们听见这话 就一哄而散 都离开了会堂 是这样吗 我在念圣经 你们都没有看着圣经 看着圣经 耶稣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他们听见这话 就一哄而散 所有人离开会堂了 是这样吗 不是 不是 他说就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那天耶稣问他们以后 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第一 他问他们说 你们内心怎么说 第二 耶稣讲完了之后 并不是大家一哄而散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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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大家都先要拿石头 为什么 因为按规矩 这就是可以做的事情 而且耶稣也同意了 只是耶稣加了一个条件 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所以这句话是关键 他们以前 耶稣说好打吧 大家就开始打了 可是或者文士说打 他就打 可是那天耶稣加了一个条件 那个条件就是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所以耶稣加了这个条件之后 就让每一个人听进去的时候 一下子缓不过来 就要拿石头 就讲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那问题就是说 我要不要打呢 我有没有犯罪呢 我是不是一个犯罪呢 你知道这个东西一进来之后 他就停住了 几秒钟就有人走了 而且他说从老到少 你知道文学也很好玩的 从老到少表示的是 一个都不留的走了 对不对 这叫做形容用法 对不对 还有一个描述用法 什么叫描述呢 就是他是说从老的到少的 就老的先走 为什么老的先走 为什么 罪比较多 这个亨达说罪比较多 因为他比我年轻 他就说我罪比较多 你心里犯罪了 你论断你的弟兄 不是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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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老的人 他比较 想得多 年轻的人 都比较冲动 老的他想一想 我犯罪吗 勾起他很多很多 像我们这种 当然从小来犯罪犯的很多了 可是呢 一个人有没有自行能力 还是有差别 小孩子不太有自行能力的 老年人如果正常状况 他自行能力比较强 可能客观上罪业比较多了 你说的没错了 可是我认为 很多的状况 就让老的先走 老的 第一个走 你知道吗 第一个走会让大家 速度变慢 对吗 因为有人走了 有人走了 第二个就想说 然后就有人说 他为什么走啊 顺治长老为什么走啊 顺治长老是我们当中最好的 他走了 他走了以后呢 六姐也站起来走 你知道六姐 走了我们就压力好 大家人很好 对不对 他走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难道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慢慢慢慢想起自己 犯了什么罪 来 就在这个当下 我问你 你放心啊 我也从你的脸上 看不出来了 我不是耶稣了 请问你有没有想过 你犯过什么罪 是到现在 你都还不敢讲出去的 可是不管如何 当天的状况 是没有一个人 做的这件事情 也就是他们自己 都是愿意 面对自己的人 他们不是一哄而散 因为你知道 一哄而散 这件事情 是一个效应 对不对 是一个群众的心理 对不对 可是如果是说 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如果是采形容用法的事情 外围的事情 如果是描述的话呢 可见那一天就没有声音了 然后就有一个人走了 两个人走了 然后就会有人待在那边 说那些人为什么走 他为什么走 然后就想想自己 最后他想想 我也走吧 然后最后就全部都走光了 我告诉各位 一件真实的事情 就是历史历代 古今中外 凡是认真面对自己的人 对于自己良心诚实的人 从来没有一个人说 自己是没有罪的 我再描述一次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 从宗教的角度来讲 从良心的角度来讲 从人文的角度来讲 从文学家的角度来讲 历史历代 古今中外 凡是认真面对自己的人 对自己良心诚实的人 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没有罪的 我告诉你西方文学家 你去找 哲学家你去找 都是这样 你看那个淡丁的神曲 你看那些人 就是那些古典名著里面 重点都在描述人的罪 好奇怪啊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你知道当有一个人 有犯罪的时候 是很大的压力 这个礼拜的作业 请你回去把你自己想清楚 你有没有犯过罪 你犯了什么罪 东方 孔子算是比较伟大的了 对吧 至少我们 中华民族的人都稍微了解点 我们这里了解 大陆那边已经不知道 孔子是谁了 我们这些人至少还都知道 孔子是谁 你知道孔子说过一句话 他说 君子之过 日月之时 当然他原来是写这个时 他时时其实是日时月时 他说君子之过 日月之时 他说连日月都会有日时跟月时 君子没有不犯错的 只是少到像日时月时 这么少 什么叫日月之时 就是说我们偶尔都要犯错 没有不犯错的人 没有不犯罪的人 没有人不做羞耻的事情的 没有人完全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所以耶稣在处理罪的时候 他是从内心的角度决定的 当然在这边我就做一点点解释 当我们讲罪从内心角度决定的 或者犯罪从耶稣的角度来看 这个罪我们中文看不出来 可能会造成误解 这个罪是sin 英文的s-i-n 而不是crime 这两个是不同的 研究crime在我们当中有专家 就是过两三个礼拜 在我们当中讲到的段大哥 他就是刑法学的专家在台湾 他是专门研究刑法的 我们在讲这个crime的问题的时候 要请教他 可是圣经上讲到罪的时候 都不是讲crime 但是我们知道crime是sin的结果 当我们讲罪的时候 让我们良心不安的 crime一定有 可是sin是我们真正的困难 罪 罪孽 罪性 是我们里面发动的那一个 而不是外面被抓到的那一个 ok 这讲第一个 第二 耶稣对罪的看法 是谁是没有罪的 第一从内心出发 第二 罪是从绝对的立场判定的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他不仅是从内心的角度 反求诸己 就是丢给他们自己 让你们自己看 而且耶稣是从绝对的角度来看罪 绝对的角度 我们看第七节 第七节 我们来一起读第七节 好 预备 请 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你知道我们很快念的时候 我们没有搞清楚耶稣的意思 但当时的状况 他们是搞清楚的 因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是现场的第一 第二 他们是当代 所以他们对于罪的概念 跟我们现在罪的概念 因为现在已经很模糊了 所以我们不懂 但是这里面 耶稣很特别的讲一句话 他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他不是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奸淫的 犯奸淫又有两种 一种是犯的实际的行为 第二种是内心 对吗 可是耶稣把这两个都拿掉 外表犯奸淫 实际犯奸淫 或者内心犯奸淫 就把他拿掉 耶稣只问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为什么 犹太人的律法是相对的 什么叫相对的呢 你犯奸淫 我没有犯奸淫 你被抓到 所以我用石头打死你 这种都相对的 就是你犯的那个罪 是我没有犯的 我就有资格打死你 可是耶稣没有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犯奸淫的 耶稣把罪定义出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犯罪的 你从这里看出耶稣的角度 你可以不同意 但是耶稣的角度说罪是绝对的 罪不是相对的 也就是说你没有犯奸淫 你有犯奸淫 我没有犯奸淫 我可以审判你 耶稣说不是这样 我犯了杀人 你没有犯杀人 你就可以审判我 这个是相对的说法 可是耶稣解释罪的时候 他的第二个定义 第一从内心角度看 第二是从绝对的立场判定的 耶稣认为罪不应该由相对的角度来看 应该由绝对的角度来看 文士讨论的是行淫 耶稣讨论的是罪 听得懂吗 文士讨论的是行淫 耶稣讨论的是罪 因为如果论到罪 那么行淫 说谎 骄傲 杀人 就是五十步跟百步的问题 耶稣处理罪的问题 是把它放在 一个定义上面 今天包括 我在内 我们都对某些人的犯罪 很不以为然 对吗 觉得很不以为然 最近不是me too很严重 有的时候我就跟秋华说 他如果要这样 他用钱去买吗 为什么要强迫别人 对吗 那是我 就表示 我以为我没做这件事 我以为我不做这件事 就是我高 我 我人品高 我高尚 您就是低贱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事情的 可是耶稣在这边处理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处理完问题之后 就定调这件事情 普世以及永恒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他在定调的时候 他要把它弄得很清楚 我们 我们有的时候 是 没有在那个情境里面 我们有的时候 会说某些人贪污 你就气得要死 对吗 我们国家哪个官员贪污 如果知道你会很恨他 对不对 我问你 大家摸着良心 反正在教会里面也没有人知道 在电视机里面 在那个收看我们的 不要都讲出去 我也在问你 我不是在问他们而已 我也会在问你 所以 我问你 如果你也跟他一样有权势 你听得懂吗 你也跟他一样有权势 你也跟他一样有机会 你敢保证 你在那个情况下 你不会做这件事吗 我有一个秘书 他也让我讲出来了 以前他 非常的对陈水扁不满 因为陈水扁竟然有海角七亿 对不对 那当然绝对不止七亿 我们讲这个并不是在定罪 我们是在描述那个状态 有时候我在 我在别人家碰到大陆人 他说你们好好笑 七亿就讲成这样 我们一个村长都不止贪污七亿 你们总统才贪污七亿 你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们要很生气 对不对 那是国家的钱 可是我问你 如果你也有机会 然后旁边的人都是这样 然后你又是最容易拿到的 而且没有人敢讲你 你拿不拿 不要急着回答 回去再想一想 我回去再想一想 这个不是我们讲的那么简单 还有处境的问题 还有压力的问题 我在二十多年来 每一年都去菲律宾 然后我就问他们说 我说你们在贪污太严重了 那他们贪污上贪下贪 贪到不得了 不得了 我说怎么会这样呢 我说换个好总统吧 第一个好总统选不上去 听得懂吧 因为大家都在贪污 怎么选一个不贪污的总统 大家照贪 就你一个不贪嘛 我们都贪了 你弄不住我的 你要把我们全部都抓去关吗 你要国家全部都空虚掉吗 所以当时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有省议员 你们知道还有省议员吗 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 还有省议员 什么国大代表 立法委员 还有省议员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大三 大三的时候上了翁岳生老师的课 我跟邱华多都在第一排 所以翁老师对我们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我们常常问翁老师一些问题 就对台湾的民主非常不满意 所以选那些立法委员 选那些都是黑金的 你知道那个翁大法官 那个时候他是我们老师 后来做大法官 后来做了司法院院长 挺了一个肚子 那个皮带都露到这里 这样挺个肚子 然后头摇一摇说 有怎么样的选民 就选出怎么样的委员 听得懂了吗 就是什么样的选民 又选出什么样的委员 就选出什么样的议员 又是什么样的老百姓 你不要以为说贪污这件事情 是那么容易解决 几十年都解决不掉 一个又一个 一个又一个的 好的手掌上去弄死你 所以不是那么简单 那我今天再讲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人 自己不犯罪的时候 就看别人犯罪 深恶痛绝 那是因为你没机会 你到底深恶痛绝个什么 你搞不好就是 为什么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为什么他有那个机会呢 对不对 等你上去你就知道 很多时候是我们 自以为正义 我告诉你 那是因为你没在那个位置上面 你在那个位置上面 你很难 我现在没有要替大家开脱 我没有要对现在的政党 任何开脱 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政党是好的 真的 你说那我呢 我进去呢 我进去可能比他更坏 我是说真的 谁能够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耶稣就把sin这个词 弄成绝对的 绝对的 我们大部分人的感受 我相信跟我都一样 问题是如果我的情况 跟他一模一样 状况一模一样 我们有这个机会 我们有这个权势 我们有这个诱因 而且被抓的比例又这么小 你犯不犯罪 这是很大的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美国比较少吗 就是说像这种 但这种小就比较少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他们重罚出来的 他们重罚 罚到后来 大家就觉得说 犯罪成本太高 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就是被抓的比例太高 他们以前在开玩笑 后来我们才发觉是真的 他说你在美国 你奇怪 你正常开车都没有警察 你从来看不到警察 你一超速警察就出来了 那警察躲在哪里啊 因为这个缘故 大家都不要超速了 为什么 因为犯罪成本太高 你犯罪成本太高 你就不愿意犯罪 所以不是我们不想犯罪 是因为犯罪成本太高 我划不来 因此当我们在看罪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是用相对的角度来看 可是耶稣 为什么要用绝对的角度来看呢 我在说 我们今天不是讨论crime 我们是讨论scene 耶稣为什么要用绝对的角度来看呢 因为罪是个有整体性的东西 罪 它是一个有整体性的东西 你犯一个罪 你会牵连到容易犯另外一个罪 你犯一个罪 容易牵连到容易犯另外一个罪 当你犯了B罪的时候 你容易牵连到C罪 所以罪它有整体性 它有传染性 它传染不仅是说我犯了罪 通常看到他也会想犯罪 而且在我里面有传染 你这个罪会影响到那个罪 因为这个缘故 罪是一个诠释 它是一个power 它是一个力量 当你犯了一个罪 你就在那个罪的诠释下面 我们犯罪很少人是一次就犯大罪的 对不对 通常一次犯大罪 我讲的crime的时候 crime的时候 都是过失 但是你犯罪 都是从小犯罪起 从小的慢慢弄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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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慢慢弄大呢 因为你犯了一个 就没有人发现 再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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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大 因为它有影响力 它有一个诠释 我在教书的时候 我在淡江 那是我三十多岁 我已经在做传道人了 所以他们要聘我当全职的老师 我没答应 我说我是个传道人 他说李老师 他说你现在都教六个小时了 只要八个小时就拿一个full time教 你为什么不教啊 我说不是 我说因为我是个传道人 我来帮你们教part time 我是跟教会报备的 如果我教了八个小时呢 那就变成full time了 full time的 他说你其实教的时间差不多 你跟你们教会说 你这样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那副校长还是个基督徒 他就跟我说李长老 你在这里传福音的机会 比在教会快多了 你在大学教书 你只要传福音快很多 的确 的确是这样 但是我就说我不要 我不要这样子 我有一次出作业给他们 叫他们回去 写note 你想起你犯过的罪 又分两种 一种就是说 触犯国家法律的 一种是内心的罪 请他们回去写 你知道第二个礼拜 上课的人很少 可见他们都做作业了 你听得懂吗 他们怕我叫他们起来讲 其实我不叫他们起来讲的 下礼拜还来聚会吗 来吗 下礼拜不是我讲 但是下下礼拜你还是要来 因为我要告诉你 耶稣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耶稣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其实 其实我们真的很会犯心里面的罪 犯灵里的罪 因为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而且我们一下子就犯罪 在圣经里面 骄傲也是罪嘛 对不对 什么叫骄傲你知道吗 就是我的这个东西比你好 我看不起你 这个骄傲 你们有没有 觉得自己有某个东西特别好的 都没有 都没有 真的 他不相信了 你看他开始说谎了对吗 你说我没有 我没有骄傲 这句话是说谎 没有人不骄傲的 没有人不骄傲的 骄傲是最后一个离开人身体的罪 人死了15分钟之后 骄傲才会离开他 如果一个人 他不骄傲 那他就会产生另外一个罪 叫做嫉妒 这是我应该要有什么东西 或者我应该比他好 我却没有比他好 你就会嫉妒 所以你不是骄傲 就是嫉妒 所以也有哲学家说 人是两个东西构成的 骄傲跟嫉妒 只是百分比的问题 你看这就是那些 这些哲学家 这些文学家 这些宗教家 告诉我们人是什么 所以耶稣用绝对的角度 来处理罪的问题 是因为他是神 他是神 绝对的立场来处理罪 是因为有一个绝对 全知全善全能的神 我现在用假设 你才不会不舒服 假设真的上帝是 全知全善全能 那么他把罪定义成绝对的 就没有意义了 就没有问题了 对吧 今天只是前提的问题 就有没有一个 全知全善全能的神 这才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当中那个子杰 他的问题在这边 他的问题在这边 所以将近一个月前 我跟他谈的时候 他的问题在这边 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这一位神 这位神是不是三一神 这位神是不是耶稣基督 他的问题在这边 因为只要这个东西一确定 下面全部都不是问题 我有一个在读建宗的时候 我们的生物老师 对于基督教生物痛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是我们建宗的名牌 名师 他是生物的名师 那个时候 他那上课都在专门骂基督教 专门骂基督教 他是个生物老师 他就骂骂骂 骂了个半死 可是他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 可是从逻辑上来讲 从逻辑上来讲 他说基督教 除了前提 假设不能证明之外 其他下面全部合逻辑 我有一个大一的哲学老师 也这样讲 我就觉得这些人好特别 他们都是很不喜欢我们的信仰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 但是他也是说 他说他在教我们理哲学 理哲学就是所谓的逻辑学 他就说 他也是对基督教教 气得不行 可是他说 不过基督教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前提不能被证明 其他后来全部都合逻辑 那这个问题就在我心里面 产生一个压力跟状况 后来我有一次 在2003年 在澳洲讲道的时候 碰到北京清华大学 退休的量子力学教授 他就跟我说 因为我传评给他嘛 在讲道的时候 他就说他要信耶稣 那我就问他说 你什么时候信的 他说你刚才讲道的时候 我信的 我就跟他说 真的啊 我说那我刚才讲了什么话 你信的 他讲了什么话 信我就多讲几次 就很多人信了嘛 对不对 他就说你讲的那句话 就是我里面最深的疑问 他说我从中国大陆 退休了 到墨尔本来 就离开中国大陆 到墨尔本来 在这边 大概是跟他儿子在一起啦 他就说我来这边就 才开始接触到基督教 他说我在大陆几十年 没接触到基督教 他说来的时候呢 我就到教会去聚会 因为没地方去嘛 你知道很多华人到外面 没地方去嘛 就跑到教会去 他就说啊 这里的每一个牧师都告诉我 他要证明上帝给我看 可是他每一次讲出来那个东西 我都认为那个没有证明上帝 那个不能证明上帝 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信 可是你讲到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 上帝是不能被证明的 上帝只能用信的 上帝不能被证明的 上帝是用信的 他说我当下就信了 那我就心里想说 这个人这么好骗 你都听得懂吗 那这样两下他也信啊 原来人家比我们高多了 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所有的物理跟数学 都有前提假设 那个前提假设是不能被证明的 那个前提假设是不能被证明的 我们只能接受那个前提假设 下面全部都对了 至于那个前提假设对不对 我不知道 他说可是呢 我为了要活下去 我为了要做物理学家 我为了要做这个数学家 我只能接受那个前提 不然怎么办呢 那他还告诉我 我告诉你 我不是学理的 如果我讲错你不要怪我 是他告诉我的 但是你的程度一定没有他好 他说两点之间 最近的是直线 这件事情还没有被证明过 我们只能都接受了 都接受才可以 做所有的数学跟物理 不然之后没了 我不要真的还是假的 你不要怪我 是他告诉我的 所以他说 上帝是不能被证明的 他说其他的都和逻辑 都和逻辑 他就信了 你知道吗 他高兴到不行那天 后来我第二次去看他的时候 他就说真的 这个信仰就是真的 我就说那你证明了 上帝没有呢 他说没有 但没关系 我相信了 我接受了 那他们在物理 叫做Axion A-X-I-O-N 对不对 Axion 我不懂 你问我别的 我懂 这个我不懂 他就说 我就接受了 我就很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 全善的神 他没有犯过任何一个罪 假设 但是圣灵上是这样假设的 或是圣灵上这样描述 我们如果接受的话 我请问你 我犯一个罪 我讲我犯一个罪 你一定不开心 你犯一个罪 我犯一百个罪 他犯一千个罪 请问谁的罪比较大 就一样大嘛 对不对 因为零分之一 跟零分之十 跟零分之一百 哪一个比较大 我们当中 不要搞得 好像都没有学问的样子 对不对 那如果上帝的善 如果上帝的good 是无限大 上帝的good是无限大 你做一百 我做一百件善事 你做一千件善事 他做一万件善事 在无限大做分母的情况之下 请问我们谁的功劳比较大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为什么佛教说 佛教说 说你犯一个罪 要进几节 几节 那一节都是几千万年 几百万年 也就是说你犯了一个罪 你根本无法赎回来 这就是 我可以告诉各位 不是只有基督教认为 罪是内心出发 也不是只有基督教认为 罪是从绝对的角度 其实所有的重要都是这样 只是赎罪的方式不一样 解决罪的方式不一样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耶稣基督对罪的看法是 谁是没有罪的 怎么判断呢 第一 你自己说 从内心来看 第二 从绝对的角度来看 这是圣经上所讲 所以在全圣的神面前 在全善的神面前 不是犯了奸淫才是罪 是犯了说谎 偷盗都是罪 这是个全事的问题 OK 我要停在这边了 快要结束了 因此我可以告诉各位 为什么基督徒 说 I'm sorry 对不起 我得罪了你 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做的事 也是很正常的事 你对不起别人有矮一劫吗 没有 那只是你比别人更认知自己的不足 我们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 你觉得我得罪你 我也觉得你得罪了我啊 那问题在这一边 就是我得罪你 还是你得罪我这一件事情 不一定有客观的存在 对不对 但你主观上觉得我得罪你了嘛 那解决这个问题 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 I'm sorry 我得罪你了 不好意思 就过了嘛 对不对 因为这是个绝对的问题 就是在人的内心的问题 就他觉得他不舒服了 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 非常喜欢跟人家争 因为每次争都赢 可是你知道你争赢就等于你输了嘛 他老争不赢你 他就离开你 同意吗 全世界有七八十亿人 我何苦跟你一个人在一起 你这个人就是永不认错 你错 你就是从来不承认 可是问题是 我说你错 你未必错嘛 说不定你还认为我错呢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客观一点吧 你可能有10%的错 我错90% 但也有可能你错90% 我错10%嘛 我们的算法都是抵消 有没有 这个叫做相对的做法 就是我错10% 你错90%对不对 那你还要找我80%的错 这就是我们的做法 可是你知道圣经不是这样处理的 因此当然后来我知道了以后 你知道对我来说 say sorry就没有那么困难 我只是代表 我觉得我对不起你 对不对 至于客观上怎么样并不重要 但你觉得我得罪你了 我真的跟你道歉 而且从内心的道歉 因为我察觉你真的被我得罪了 虽然得罪你的不一定是我 是我们两个观念不同 可是观念不同 你已经被得罪了 我就觉得没有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此这个字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当然是内心的问题 而且这个罪就表示 它是一个绝对的 就可以先拿石头 这句话更可怕的 先拿石头 换句话是 现场300个人 第一个拿了石头是先 对不对 他没有罪嘛 那其他299呢 就不必考虑你有没有罪了 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 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 就可以先拿石头 你知道耶稣在那一天 第一解决是内心问题 第二是绝对问题 第三是普世问题 全部人都犯的罪嘛 耶稣只要有一个人犯罪 有一个人没有犯罪 就可以先 换句话说 他把现场的300个人 我这样讲 他认为他们全都是 自觉有罪 对吧 只要有一个人 自觉没有犯罪 他就可以先拿石头打 以后其他人 有犯罪也可以打 不然就不用先嘛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 是一种 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是另外一种 亲爱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 我们其实是胜不过自己的 我讲这个例子就结束了 我二十多岁有完研究所 就去空军服役 那我服役的单位在空军总部 空军总部呢 我们有个空军的看守所 就是军人的监狱 那是在桃园 我就常常去桃园 那我到桃园去呢 就看他们的东西嘛 有一个人犯罪 出去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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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我们在那边 有时候没事干嘛 我就叫他们说 来把405叫过来 把405叫过来 我就坐着嘛 其实我才少位二十几岁嘛 坐在那边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 我说某某某 我说你是怎么 你怎么搞的 你当兵的饭吃不完啊 你知道他们犯罪 就抓来关对不对 关了后 因为不够重 你知道吗 要么你就犯重的罪 把你厨艺 不准你 出去又进来 出去又进来 我就跟他说 你怎么搞的 你犯了小罪 小罪不断 一直出去进来 出去进来 我说我们空军的饭 特别好吃吗 你要在我们这吃一辈子吗 因为我想劝他 叫他离开 不要犯罪 就赶快当完兵嘛 你知道 他站在我面前 那小兵嘛 看到那个 郭掌瓣 不是我犯罪 原来是替人顶进来的 我就说 那这个不要开玩笑啊 我说是谁犯罪 我说是谁犯罪 他就看了我 因为是偷窃嘛 站在一起 他说 他说 是我犯罪 原来是神经病啊 你听得懂吗 现在说不是我犯罪嘛 对不对 我说那是替人顶地吗 他想到一会儿 我说是 是我犯罪 所以就是神经病嘛 后来我说 到底是谁犯罪 我都讲清楚啊 他站了半天 你知道吗 后来 很 很discourage 你知道吗 他说 我也搞不清楚 我说为什么搞不清楚呢 为什么搞不清楚呢 他讲了一句话 我终身难忘 他说 我按我自己 我是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没办法就做了 他说按我自己 我说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他说可是我就去做了 他说所以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做的 那个小兵 没读什么书 我后来知道原来这个是普世的人的 内心真实的心声 只是他那天被我吓的 你知道吗 就讲出来他的状况 他如果没有这么强迫他 他可能讲不出来这个道理 其实他也不知道他讲出来是个道理 他不知道他讲出来是个道理 可是对我来说 那时候我突然明白出来一件事情 就是按着圣灵上节的嘛 按着我自己我不做 但不做了 就是帮助我们 耶稣对于罪的看法 就是内心 第二 绝对 就是帮助我们这个礼拜 下个礼拜 你想一想 你要怎么面对这件事情 我相信这样讲完了之后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软弱跟状况 那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下下礼拜我要告诉你怎么办 你一定没有想过耶稣是这样做的 而且那个做的 不是你听到那么简单 因为他有个整套的理论系统 让你这一辈子 不是这一刹那 不是这一年 而是这一辈子知道怎么面对我们的罪 因为这个罪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来祷告 天父向你现场感谢 今天我们来到整个信仰的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我们不想做的我们却去做 我想做的 我不去做 主啊这个女人 我们也不知道她怎么搞的 我们也不知道法利赛人这几个人 到底是怎么搞的 为什么要找耶稣的麻烦 我们更不知道这些观看的群众 看热闹的 他们本来只是要听到 可是他们却一个一个的都走了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女的 她为什么需要做这件事 到底是什么问题 她是去赚钱 还是她是有情欲 还是她是什么问题 我们不知道 可是当我们看他们的时候 我们也想起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也何等的软弱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主啊我们知道可能文学家有文学家的看法 哲学家有哲学家的看法 宗教家有宗教家的看法 可是我们很想知道你到底怎么看 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 我们让仰望祷告 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